时光通通虽然已经过了80年 飞虎光荣的时机却永远为我们后世所传送 而当时的P40机上所期的鲨鱼标志 更为华美友谊最佳的象征 而这份虎鲨兄弟情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新逢飞虎对成立80的周年 佟老师也特地非常乐成的提供了 个人收藏的飞虎文物在此展出 这些价值超过千万的珍宝 每一件都诉说着过去那段热血感人的历史记忆 更记录了一夜英勇的奋战史实 回顾八年对日抗战期间 我们中华民国空军虽然是以寡击重 以弱以强能获得辉煌的这个战果 平心而论 当时的国军作战资源是相当的匮乏 直到接受我们美国军事的援助 才得以摆脱到独立驻援作战的这种困境 尤其是在陈纳德将军在前瞻规划 及多方请命的支持下 得以成立的中华民国空军美籍支援大队 到后来的驻华航空特权部队 以及第14航空军 以及中美混合联队 在本军与美军并肩的作战下 赢得了最后光荣的胜利 和飞虎队正是那段华美合作最典型的一个先驱 并为后续合作奠定了重要的一个基石 飞虎队员是翱翔天际的英雄 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 时光冲冲虽然已经过了80年 飞虎光荣的时机却永远为我们后世所传送 而当时的P-40机上 所期的鲨鱼标志 更为华美友谊最佳的象征 此日今日空军能维持的第一 第三第五联队 其前身就是中美混合团各大队 而这份虎杀兄弟情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 各位观众本展柜是陈纳德将军的文物 这里面包括了他在1942年8月 亲笔签名的杂志 还有他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学符 还有就是他跟中国战区后勤指挥部 QAS之间的密件 首先在这个学符方面 因为陈纳德将军的学符 是从0001号到0200号 这里的号码是0092 那0001号目前是陈肖黎明女士 他把她捐赠到美国史密森博物馆 供世人参观 至于这个信件的部分 主要是陈纳德跟QAS讨论 他在成都的部分 有关于职责区分的问题 这是他们当初的一个密件 为各位观众介绍的是第三大队 32中队的这个宏奇卫老师的文物 这由李家乡师母提供 给各位官兵来欣赏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在下面的地方是32队的队灰 这是由中美混合团的美芳 他们的队长亲自自证给洪老师的 后面那个三角旗 可以说是李家乡师母 跟洪奇卫老师的定情物 当时李家乡师母 他只是在念高中 上面还有写个尊宗 他是尊德女宗的学生 那时候为了要绕军 所以他们亲手手绣了三角旗 去送给我们三大队的飞行官 洪老师收到这个旗子之后 对于这个李家乡师母的印象非常深刻 他就把这个旗子收在家里 那等到后来在相试的时候 又把它拿出来 让这个李家乡师母非常感动 这等于是他们的定情物 所以这两个的这个时间点 一个是在1943年后面三角旗 这前面是1944年 那洪老师呢 是在这个照片的右侧 他是我们空军官校八旗 那在这边的照片 他是从后排的右边属第四位 好接着各位介绍连续四个柜 四个展柜 分别代表我们飞行的几个冰科 第一个是这个战斗冰科 第二个呢是轰炸冰科 第三个呢是运输冰科 第四个是征兆冰科 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战斗冰科 这个是十四航空军在1943年成立的时候 由林威廉少尉所穿着的皮衣 各位看到他的这个皮衣的内层 有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这个雪幅 在定外一侧呢 有美军的雪幅 代表了中美合作 那在他的这个左胸前呢 有十四航空军最早期的飞斧的这个队徽 各位看到他的队徽呢 是从左上往右下越下 跟我们一般看到由右上往左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这表示他是属于早期的十四航空军的对徽 那各位观众现在看到本贵的文物呢 是属于我们的运输冰科 他是1943年呢 属于ATC就是运输 空军运输的这个指挥部里面 所有的这个飞行员 这主要是执行这个驼风空运 各位看到他背后有三个雪幅 在上方呢是美国 主下方呢是属于缅甸 右侧呢是我们中华民国 在三个雪幅缝在一起的这个皮衣呢 是特别珍贵的 主要是因为属于缅甸的雪幅呢 是非常少有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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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